为今天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因为每一天都是你所赏赐的 在你所赏赐的每一天中间 让我们存着感恩 喜乐和经历基督的平安 来度过每一天 我们把上午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 求你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我们所能够承担 所能够做的 都是出于我们的主 谢谢主神赐福以下的时间 也保守我们每一位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美 我们要感谢神 今天是属灵生命座谈的第十四讲 那在我们谈的时候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不要忘记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提到玛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他们这个家庭 同一个家庭 其实会许多不同性格的弟兄姐妹产生 有人像父亲 有人像母亲 有人像叔叔伯伯 或者是姑姑阿姨 甚至更早像爷爷奶奶那一辈 其实我们整个生命性格 彼此之间 我们都有非常非常 类似的某一些部分 所以可能不只是像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长辈亲友 我们可能更多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共通性 但是这些共通性的里面 却因为我们自己性格的非常独特的那一方面 所以我们那个独特的那一方面 是可能不太能够改变的部分 有一点像玛大 他一定是做大姐 而且大姐大 那我们上一次也特别 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提到说 好像老大都是这个性格 我觉得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我们有看过 最小的很喜欢管全家人 也有的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 某一个性格一定是发生在 你排序中间的第几位 大概不是这样 只是在兄弟姐妹排序的中间 有某一部分的人 非常的类似 但是并不是绝对 或者是 我们一听到他排行老几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性格 一般来讲 不完全是这样 但是我们讲的不完全的里面 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我们的性格是处在哪一个部分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都需要改变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都需要改变 那个改变有一点像马大做大姐的什么事情都主其事 什么事情都自己掌管 而且安静不太安静的下来 他喜欢做事 他喜欢主导 但是他需要改变 我们也同样看到玛利亚 他很安静 他非常的把焦距 把某一些事情对准焦距 而且他的内心中 外面是安静的 里面 里面却是 里面却是 他非常非常的热情 所以 当我们在主的面前 在做这种学习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玛大一定要像玛利亚 才叫做属灵 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跟大家提到 玛大还是玛大 玛利亚还是玛利亚 拉撒路还是拉撒路 他们在整个性格的改变 也就是在他们原有性格的方面 他们必须有一个方向 是效法基督的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把教会的某一类人 就是那类人才叫做属灵 其实如果我们认识 玛大 玛利亚 拉撒路 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容易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 知道那个改变是什么 那个改变不是 玛大变成玛利亚 那个改变是 玛大仍然是玛大 但是他从抱怨的性格 改成安静 在主面前默默服侍 但却是积极 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讲 玛利亚没有比较属灵 我们后来特别提到 拉撒路 当他埋在这个坟里的时候 他已经四天了 结果我们看见 玛利亚跟玛大一样 都抱怨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可是玛大在那个时候却说 我知道就是现在 你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答应 你看见了没 玛大其实是很长进的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这样的观念 就是说在教会里头 那个性格的某一个取向 这种性格的取向 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 玛大需要改变 玛利亚需要改变 拉撒路需要改变 那我们现在要来比较来谈 我们的主要我们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主在登山保训 也就是在登山这件事情 在他刚刚选完十二个使徒 让他们常跟自己同在 然后他就把门徒们 当时跟随的人就带到山上 他带到山上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来教导他们 那请弟兄姐妹要非常了解 这件事情对于整个教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稣基督在登山保训上的教导 其实针对于 怎么样才是属灵的长进 那个条件 我们的主 他在开始开宗明义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 我们自己在这个性格里面 我们已经有一个取向 外向内向 安静活泼 我们已经有这些取向 可是在这些取向的里头 我们的主不是在讲谁比较好 不是的 而是在所有的取向的中间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 然后经过 然后经过主的改变 然后来效法我们的主 所以 如果我问大家 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学习 改变这种 这种 我们生命性格的 那个改变的方向呢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 但是 其实 整个的望 不是指使礼复活 使礼复活是条件之一 我们这个人的盼望 我们之所以要原生命性格 效法基督的方向改变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子 是因为 神在预备我们 我们的神正在预备我们这个人 所以现在是属于国度的预备时期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 或者说 从第五章 以及前面的一些记载 跟后面的记载 然后 我们要来看 这个真理 当这个真理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很知道 原来我们的主 是这样盼望我们的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然后到了五章十节 耶稣又说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这是八福的第一福 跟八福的第八福 他所记的 我们发现 第一福跟第八福 他是用天国来作为主轴贯穿的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呢 我自己在西米教会 也在昨天天相教会那边 我特别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强调 因为这是主的旨意 我们的神的旨意 他的整个的计划 是一个将来在永恒国度中间的预备 所以从永远到永远 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他是要我们这一个人 具备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然后学习管理神手所造的 我盼望弟兄姐妹一直要记住这样的观念 有一天 当我们有弟兄姐妹 开始认知到自己属灵有长径的时候 那请注意这个长径不是目的 这个长径是为着我们去学习管理 当弟兄姐妹 也许神给你非常大的能力恩赐 你非常会管理的时候 为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退到里面来 我们问自己 我们的生命像基督吗 所以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恩赐能力 一个是神要我们 能够管理神手所造的 那既然是管理神手所造的 他的整个的取向指向 就是天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 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要靠近我们 或者说我们要靠近天国 那我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悔改 我们必须悔转 某一些事情要悔转 在我们自我原性格的取向上面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必须透过悔改 然后转向基督 然后靠近基督 到了四章七节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施洗约翰出来传道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接续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 他被吓在间里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主就起来 传道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以后我们的主 在十章五节七节 耶稣猜着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谁走谁传 说天国尽了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非常留心 我们的主的心意 我们都会发现到 从施洗约翰起 老耶稣基督自己的传道 以及主差派门徒出去 他们的整个的中心 是天国 因为这个整个的想法 是神从起初创造我们之前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二十八节 神就是要我们管理 他手所造的 那既然要管理 我们必须具备有神的形象 和样式 但是我们已经受造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形象 和样式了 那今天 我们这一个 认罪悔改 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在 我们性格取向上面 要朝着效法基督来走 但是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信主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我 到之后的我 现在的我 好像那个改变不是很大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爱主就好了 我承认 我不是说爱主不对 我觉得爱主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人 在爱主的事情上面 怎么样会得主的喜悦 这件事情也蛮重要 所以巴伏其实 是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 这个人 他不是讲将来 要实现的事情 也不是指着 我们未来的应许 巴伏他整个在讲 其实是要我们这个属主的人 我们可以在今生永世 得着神的福乐 那我必须跟弟兄姐妹 特别交通 我们的主 不是要我们受苦的 我们的主 是要我们得福 得平安喜乐的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得到 神所为我们预备得的平安喜乐 我们其实应该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就开始要具备巴伏的某一些特质了 所以巴伏是神要养成我们这个人 一个属天的性格取向 我们已经用着 《撒末记》 以及这个诗篇里面都告诉我们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然后但是 被没有人以弯曲待他 那弟兄姐妹 我们都看见了 一种性格 一种人生 也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过一个 永远有喜乐 平安的日子 其实那个不是在于 我们得救这件事情而已 而是我们开始会明白 神要在我们这个人 来制造出基督的样式 那要制造出基督的样式 它是有条件的 它是有神给我们的步骤的 而这个步骤 这个方法 或者说这个趋向 是神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他那个计划 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了受造之物 当时对于所有受造物 特别是活物 他就给他们有繁殖能力 因此他们必须 资深繁多 遍满地面 所以我们的神 在这件事情 将这个 有繁殖能力的受造物 当这个受造物 要完成神的执意计划 要资深繁多 充满地面的时候 那那是他的责任 这是受造物的责任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神就赐福给他们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了 神的福分 在这个受造物 有繁殖力受造物的上面 他要赐福给他们的时候 神要他 去完成神的旨意计划 就是资深繁多 遍满地面 那这个受造物 本身上来讲 其实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很有限的 因为这是一个在地上的 当我们思考着 我们这个人 我们华人的取向 不孝友善 无厚为大 然后我们要 多子多孙多福气 我们好像也资深繁多 充满地面 但弟兄姐妹不是的 在我们整个 属灵生命的取向上面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 在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神的执意计划 是天国 所以 这个受造物 他有一个性格取向 而这个性格取向 神要使我们 有慈爱 有完全 有清洁 神希望我们 能够在这一生的日子里面 永远喜乐 永远平安 永远福乐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请注意 他的目的是要 死我们这个人 在我们具备有 不是神的形象样式 而是具备有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 然后我们与神的性格有分 然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又去管理 管理什么呢 现在你的家 现在我们周遭 我们的跟朋友的关系 现在我们的教会 或者你有公司行号 或者你跟同事的相处 其实我们开始被神托付于这种管理 因为这种管理是具备有神生命的样式 管理神量给我们的 应该管理的范围 这时候我们开始来做这种学习 这种学习就会有今生和永世的福分 我们盼望弟兄姐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盼望 是要我们去养成属天的那个原则 那个属天的性格 每一次都回到这上面 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再用这个角度来看八福 那我们今天分享第一个福 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然我们对许多人在教会里面 我们很知道 虚心这两个字原文里面 它是由两个字来形成的 虚是指着贫穷 心是指着心灵或者灵 因此虚心在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的 他是要告诉我们 人的心灵 那个光景是灵里的赤贫 那我想问弟兄姐妹 贫穷对于你我来讲 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我应该这样问你 你穷过吗 你有没有出生在穷的人家里面 也许有 也许没有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那个穷 贫穷 它所展现的意思 只是讲着它买不起东西 哎呀人家可以买 我不能买 我的东西比不上别人 不论是车子房子 或者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需要向别人借贷 我们在主的面前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向别人借贷 我们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家徒是必 它像什么呢 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这个图画 大家看一下 这是别人开玩笑的两幅图画 右边是富有 左边是贫穷 当我们看见 富有跟贫穷的 这个对比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个性格取向 这个方向很有意思 但是 当耶稣基督讲 赤贫这个观念的时候 他这个观念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一切 它是接下来这一幅图画 它是一个 到达 一无所有 而我们所有的 只是剩下这一口气 我们在活着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不可能在 有任何的事物 的那个地步 那弟兄姐妹 我们华人的成语 大概用穷途潦倒 穷途末路 走投无路 无计可施 用这样的方式 来形容 我们这个人 是赤贫的 所以耶稣向我们 所揭示的那种虚心之福 他其实 在告诉我们的内涵 是指着我们这个人 在许多层面的上面 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是不够的 那弟兄姐妹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要明白 什么是耶稣所讲的 虚心的时候 是我们的神 怎么样来看我们 在以赛尔书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是 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战精的人 请注意 这里面讲到 神已经造完了 但是神所看顾的 那是虚心痛悔 而这里的虚心原文讲的是贫穷 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神要看顾我们 神要施恩赐福给我们 是因为我们贫穷 那这里面在旧约 他所提到的 是指着软弱 困苦 可怜 低下 谦卑 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的神 在所造的一切的里头 他非常非常看重 谦卑的心 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头 常常告诉别人 我最谦卑了 其实那是骄傲的 所以谦卑的人 常常觉得自己骄傲 骄傲的人 常常觉得自己谦卑 其实 骄傲跟谦卑这两件事情 我们必须 明白 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说的 应该是由别人的口中来说的 所以当弟兄姐妹 我们在主的面前 希望能够学习谦卑的时候 那绝对不是讲 我要谦卑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团契 有一次团契的聚会 然后我们请了讲员 我们给他的题目是谦卑 结果那个讲员 一到我们团契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 他说我在讲谦卑之前 我问你一下 问你们一下 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骄傲的 我们已经认到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其实 在我们的里头 谦卑 它不是自然生成的 不是我想要谦卑 或者是我想学谦卑 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说 不是这样的 骄傲 有可夸的人 人是会羡慕你的 但是只有谦卑心灵的人 人才会做你真正的朋友 是的 就是因为 骄傲跟谦卑这两件事情 其实 骄傲是我们自然生成的 但谦卑却不是 谦卑不是自然生成的 当 当耶和华 虽高 人看顾低违的人 他从远处 看出骄傲的人 撒摩尔基上说 人不要夸口 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 人的行为 被他衡量 圣经在提醒我们 他从远处就看见人的骄傲 我们就想到 当人在造巴别塔的时候 人要把这个塔造到 像天一样高 然后来宣扬人自己的名 其实圣经用了一个 有一点点 好像在讽刺着世人的讲法说 我们的神就低一头 就低下来看看 人造的这个巴别塔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亲爱的兄姐妹 这里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觉得骄傲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神必须弯下腰来看我们 他才能够看到我们 但是这个地方 也在告诉着我们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是被神看见的 我们的神深深的知道我们的骄傲 是的 人心的骄傲是出自鱼肉体败坏的天性 而人要学习谦卑 唯有透过苦难 患难 疾病 痛苦 失败 人才真正的学会谦卑 弟兄姐妹 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强调 今天你我 不论在过去 现在 或者是将来 我们希望能够学习谦卑 千万不要想 我要学习什么谦卑的模式 而是 我们可能必须在 神所允许的患难 苦难 疾病 痛苦 甚至允许我们的失败中间 我们去学习 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明白我们的神 会把我们这个人放在患难的环境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意识 就是神在教我学习谦卑 彼得 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学习 他说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计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我们就看见 彼得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 也是 不会否定的 你看 我们就 就看见彼得那种内心中 他觉得他可以与主 来一起受 这个患难 但弟兄姐妹 这是彼得的立志为善 彼得觉得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 亲爱弟兄姐妹 是的 我也必须跟你 你 我来说 我们在主的面前 多少时候 都会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 但是马太福音26章 接下来说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他说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 痛苦了 我们看见 彼得 彼得 当他 立志为善 有的他 但是患难 苦难 压力 困苦 疾病 甚至 许多的 莫名的事情 临到自己 而我们突然发现 等到这些事情出现了 我们不行 然后彼得 他就痛哭 保罗才会在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他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驱使的身体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保罗在讲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 我真是 何等辛苦 何等苦恼 何等悲惨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不是自己觉得 他不仅是被光照 他应该是被带领到一个地步 然后最后就要来讲保罗自己 其实我们对于保罗认识 我们可以透过使徒行传来告诉我们 当保罗的旅行步道 他有三次 然后他三次的里面 第一次是在公元大概4849 这两年的时间 他出去第一次的旅行步道 然后 这个结束以后 他跟巴纳巴 然后去参加了 这个 要去参加 耶路撒冷大会 然后在49年的时候 他也写到了 加拉太书 给当时他传过的 那个加拉太那一带的教会 然后他参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 就定下了 不需要受割礼 然后他就因着这样的关系 他就把这样使徒们的决定 带到保罗曾经宣教的地方 但可惜保罗跟巴纳巴分开了 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所以保罗带着希拉 开始了第二次旅行步道 他也就写了贴撒农尼加前后书 然后在53年到57年 保罗就继续去旅行步道 他写了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 然后到了57年到59年 因为第三次 他知道耶路撒冷有饥荒 所以在各地募款了以后 他到了耶路撒冷 结果因为这一次的回去 结果他在耶路撒冷下街 然后就被关在该撒利亚 然后该撒利亚他就转到了 罗马的监狱 在罗马的监狱之后 他就写了四卷监狱书信 以佛索书 斐利比书 哥罗西书跟斐利门书 那他写完了以后 有机会 他竟然被释放出来 有人估计这一次 他有可能到了西班牙去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在这一段时间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就写了提摩泰前书 跟提多书 以后他又被抓了 就写了提摩泰的后书 所以我们称这后面三卷 叫做教墓书信 因为保罗要把棒子交出去了 那请弟兄姐妹 注意一下 保罗 他在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他写了两段话很有意思 他说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然后之后他又写到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 这跟基督讲的贫穷 有一点点距离 虽然他当时是要跟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特别提到一些观念 所以他必须有这样讲话的方式 但我们知道 保罗后来改变了 因为他写到提摩泰前书的时候 他开始跟提摩泰 提到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那弟兄姐妹们 保罗 从他信主 到了保罗 他可以写到提摩泰前书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大概经过了三十多年 也就是说 保罗他的性情 从自己觉得 I am somebody 我是某一类人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更是 我一点都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 保罗有这样的一个 内心中的感觉 当然他是为了写某一类的 某一类的那个前后的经历 他这样写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他有一些东西 在这一方面 他内心中是觉得 他可以跟别人比拼的 可是 等到他年老了 等到他过了 我们不能够说 他写哥林多后书 他才讲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之前 他就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到了公元 大概接近65年上下的时候 这个从公元 大概35年左右信主的保罗 当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 他说 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他不再是跟别人比 谁是最好的 不是的 保罗 开始来讲到 在罪坏的人中间 他是罪坏的 为什么这个改变呢 我想跟弟兄姐妹特别来讲 彼得的痛哭 保罗的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都是一种灵力贫穷的学习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你我 这一辈子里面 有一件事情 要不断的学习的 不断被主带领的 不断的在环境中间 使我们这个 这个虚心之福 这个概念 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经过神的光照 环境的引导 甚至一些事情的发生 使得我们真的 被主来带领到 原来我们是骄傲的 原来我拍着胸脯讲 我可以的 彼得说 众人都离弃你 我不会离弃你的 保罗说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主的仆人 保罗说 我一点都不在那 最大的使徒以下 他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等到 整个生命 等到事情发生 时间经历过程过后 保罗三十几年以后 他说 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兄弟妹 你们知道吗 我在读一些 一些 就是教会历史 不是在圣经上 他们在传说 彼得每一天 早上起床的时候 一听到鸡叫 彼得就哭 每一天都哭 因为他就想到 他三次不认主 亲爱的兄姐妹 好像一个记号 那个记号 让我们不再骄傲 而那个记号 不是我觉得 我需要学谦卑 那个记号 那个记号 应该是 一种被带领 被环境引导 到达了一个程度 知道 我应该痛哭 知道 在罪人中 我是真正的罪魁 然后我们才学会了 什么是真正的虚心的福分 或者是什么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应该是真正的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应该是真正的虚心的人有福了 小朴